6月底2023才艺春季班结训 永和妇女会第二十二届理事长刘士奇举行结训典礼 邀请同学们共襄盛举 永和妇女会创会理事长陈霞仙表示 睽未三年能再次看到大家共居一堂 真的非常开心 我们永和妇女会开了许多的班 总共算起来一共有13个班 那我们班最长的时间就是日文班 大概有25年 然后今天的烹饪班是有20年 另外还有手机班也有10年 那烹饪班我们每年每个季度在结业之前 都会大家把我们有做过的菜都一起做过来 大家共同享用 然后借这个机会大家团聚 因为最近疫情我们有停办了三年 今年就是我们刚刚解禁了 我们就开始在办这个烹饪班 就是让大家快乐一下 很荣幸今年烹饪班能够邀请到 刚刚考取国际营养师 证照的周嘉庆老师 来担任我们这一次的烹饪班的老师 来帮我们带领这一期的课程 刘士奇表示 捷讯典里一道道丰盛的料理 其实都是烹饪班用心制作而成 有赖于拥有IACPT国际认证机构认证健康管理师证照的 授课教师周嘉庆 而周嘉庆也表示 未来教学将针对健康方面进行授课 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这些妇女会的姐姐们 他们其实对于料理其实都有一定的基础 但是因为我们其实近年来我们的饮食 很多的那种像是重油重咸这种问题 造成很多人长辈他们在料理的时候 他们虽然吃到好吃的东西 但是对于身体的负担也很大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开课的方针是 除了教他们在料理的部分 一样我们就是可以现在很多新颖的一些西餐健康的风潮 我们把它带进中式的菜色里面之外 同时因为我本身有那个专业的那种营养的那种证兆 所以说我能够在课堂之中 为他们就是带来有关于说 他们在食物中的营养素 对他们身体的健康改善他们身体一些 比方说像是有些人可能他容易头晕啊 或者睡不好啊 或者是肌少症这些问题 都能够透过饮食这部分 还有营养这部分的结合来帮他们做解决 永和区妇女会历史悠久 开设的烹饪班就拥有20年的历史 还有12种不同的才艺班 也都拥有10年以上时光 永和妇女会欢迎四名朋友前往报名 记者苏建民新北报道